我叫Yula,我是诺尔本大学Mustle of IT的 我是在19年的时候上的匠人的Develops版 我是本科是在国内读的 然后是读的是通信工程专业 然后后来毕业了以后 然后是直接就是在本校读的硕士 然后也是通信 然后读完硕士以后 其实这前后已经本数已经七年了 然后是进入了那个中国移动工作 然后在中国移动工作了一年半以后 然后就觉得就是想要出来看一下 然后就来澳洲 然后来澳洲以后相当于是转了个行 然后转去了转到了莫大都的IT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是16年年初的时候来到周五 然后是17年年底的时候就是IT就是Mustle毕业的 然后那时候家里面是比较希望我就是拿一个铁饭碗 然后去中国移动 然后所以当时是出于这个就是最主要是这个原因嘛 然后是家里面给我报通信工程的专业 我不知道国企是不是都这样 反正移动是就是你只有拿了硕士 你才可以去市里面的移动 就是如果你是本科的话你只能去区县 就你都不能去市公司 考研也是为了进市里面的移动 因为因为我本来就是就是南京市的嘛 我会觉得干嘛要去就是住的地方 肯定是离家越近越好嘛 然后工作离家近也好一点 国企好像大公司它都会有那种管培身项目了 然后就是应届身然后是相当于是直接校招 然后他一届会招多少管培身然后进的中国移动 然后当时也是属于就是轮岗然后定岗 其实和澳洲这边的gradual program几乎是如出一辙 其实当时是投的是技术岗 然后面的也是技术岗 但是在最后就是定岗的时候 是把我定到那个市场规划过 中国移动以后然后就会觉得啊 我的我左边那是我的相当于我的mantle 我比我大概年长了十岁 那大概就是我进一栋十年后的样子 然后我的组长可能比我年长了十五岁 然后那可能就是我就是十五年以后的样子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组只有我一个硕士 然后其他的都是本科或者是大专学的业 就是说当时其实我进去的时候 基本上是以未来的组长方向去培养的 因为没有别的硕士嘛 所以我就觉得啊这种熬自立吧 就是就是可能我的性格 就是当时还会有一点小小叛逆 然后当时就觉得我想出来看一看 然后我就我就选择出国了 国内读了本科读了硕士 然后也已经工作了一年了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在国内看来的话 年纪已经不小了 大概是二十五岁左右 然后对现在觉得还挺小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很焦虑 一五年十个分钟拿到莫大的offer 那个时候甚至美国的申请计还没有开始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我这样还要再如果去美国还要再等一年 然后但是澳洲的话就是我已经 明年二月份确定可以入学 然后就觉得好像能够给自己争取更多时间 然后能够可能会在三十岁之前把所有的 就是能毕业 然后说不定能拿到绿卡 然后一切都能settle下来 但是在美国的话可能就会觉得 就比较焦虑 会觉得可能没有过五到七年下不来 所以我当时就选择来澳洲了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 特别是像已经参加工作一年以后 其实已经是有一定的收入了 然后那个时候如果你又回到没有收入的阶段 然后要靠家里面资助的话 那个时候的心态是稍稍会有那么一点点 就觉得有点愧对于父母 再加上其实当时父母也特别不支持 就是这个决定 因为在他们看来已经在 就是移动就是已经扎根下来 然后你这时候就是这么在捉一把 他们很不支持 然后当时我爸就有一点点像是 放狠话或者是给我设了点障碍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要出国的话 那你就给我读好大学 他说不然的话 你如果读那些我都没有听过的大学 你为什么让我花成学资助你 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下 就咱们父母听过的好大学 那不就是哈佛建设这些 那我又去不了对不对 然后其实我在澳洲 我只申请了马尔根大学 当时也就是我爸只听过这个大学 跟我说你申请的上你就上 你申请的不上你 就是澳洲你也别去了 然后留学也别留了 上个月的时候才搬到悉尼来 然后其实本来是对于这个城市的可能性 还蛮期待 但是因为就是lockdown 我完全没有去过 就是西米任何除了家附近的地方 但是我整体感觉下来 我会觉得就是确实 马尔根就是文化制度 就会会比较安逸一些 然后大家就是相当于没有那么的焦虑吧 然后我在西米的话 就是至少就是可能也是因为 我现在住在公寓的原因 就是我能感觉到楼下就是车水马路 然后再加上我现在可能 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新生活 然后再上新工作之类 然后我就感觉整个人还是有一点点浮躁 国外的master的节奏相当 相较于国内的话会更紧张一些 就是我觉得课业上的压力会更多一点 然后国内的话 其实是本科的课业压力比较大 然后国内的硕士 其实我会主要是写论文 然后发表论文 然后基本上还要发表专利 然后就做一些研 真的是还蛮科研的一些 我现在是在亚马逊 然后主要是做cloud engineer方向 就是比较偏 devops 方向一些的工作 我当时是找的是爱立心的管培生 就是项目 然后是19年2月份的时候入职的 然后其实到现在为止也已经有 我在爱立心相当于工作了有两年半了 其实我觉得在两年到三年这个时间节点去选择 就是换一份工作 或者是迎接一个完全就是比较不一样领域的挑战 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 基本上真的就是大概两三年会选择 就是职业发展的方向 可能会有一部分的更新 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我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 就是决定就是就是在link in 上看看别的机会 在我们公司它是可以允许轮岗一到三个岗位的 也相当于你可以在一到三个team里面 就是就是做你的rotation 平均一个一个team可以待半年 其实我觉得在一个team待半年 你会对这个team正常的运作方式 然后职责就是你的deliver responsibility 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因为毕竟干了半年 你大概就是知道你以后如果在这个team 你大概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你的每天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公司是一到三个岗就随便你 如果你在第一个岗位的时候 你觉得你和这个team就是精神上各方面都很契合 你可以选的立刻留下 如果你觉得我还想看他别的可能性 你可以去第二个team再感受一下 如果你还需要再去就是拓展一下更多的可能性 其实是因为我在第一个 爱丽星的第一个rotation结束以后 就是要进入第二个组 然后我的第二个组就是是比较偏develops一点的组 就是第一个组还是纯通信就是5G 然后4G就是一点都不IT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还是想去IT的领域看一下 所以我就申请了第二个组 第二个组就是会接触到什么CICD container这些比较develops的这些概念 然后记得那个时候是19年的8月份吧 对那时候是进的第二个组 然后也就是在同一时间 然后就是想说我要去看一看develops到底是什么 然后就报了这个课程想说去了解一下 就是到底就是develops干什么的 用哪些工具去就是去实现什么样的功能之类的 只会主要是用于去填补就是developer 和operation之间的一个一个一个gap吧 就比如说developer他们肯定是不停的去develop一些就是很新的feature啊功能啊 然后希望就是这个产品更fancy一些 然后就是不同一直都会有非常attractive的那种新的功能上线 然后但是上线完了以后你是要去deploy到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生产环境 然后在没有develops这个职位之前呢是交给就是从operation的team做 然后那个team的人其实他们的他们比较希望就是这个产品越稳定越好 就是我不是如果你就是只是加了一点点很小的功能 就比如说这个这个button从圆的变成方的 从红的变成绿的不值得我重新去deploy一下 因为我其实希望这个网站就是非常非常的稳定 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们之间会有一个一种那种mindset上面的conflict 就是developer希望的是就是越快越好更新越多次越好 但是operator他们是希望就是越稳定越好 最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再弄一次才好呢 就是最好都永远不要动它才好 然后就是一直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conflict的就是促成了 就可能不对啊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就促成了develops这个职位的就是诞生 就是在能够确保就是就是developer能够日常的不停的更新的同时 又能够去让网站的这个deployment能够稳定住